奉主书圣明在这里正道 愿各位多伦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今天是神所赐福的日子 我们感谢神我们的弟兄姐妹 能够放下我们世上忙碌的事情 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神 我们知道说安息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圣经告诉我们安息日是一个 是让我们能够休息的日子 神他本身也为我们在创世以后 设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圣经告诉我们 他在第七日就休息了 我们知道神是全能的 他并不需要休息 所以圣经说他安息了 这个是要给我们的一个榜样 神知道我们不能够一周七天都一直在工作 没有休息 所以这个安息日就是 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休息 那不只有这样子 根据这个希伯来书 圣经告诉我们 神为他的百姓 有准备了这个永远的安息 如果一个人能够进入 这个每一周的安息 那我们也必进入这个将来永远的安息 我们必须要了解当我们来到这里守安息日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是进入我们自己的安息 根据圣经我们是进入了神的安息 因为神是永恒的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进入他的安息的话 我们就必转换到这个 也能够进入这个永远的安息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要守安息日是跟我们得救有关系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神设立安息日的 他这个怜悯跟慈爱 今天早上想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 犹大书 这个题目是他们偷偷的进入 我们来看犹大书的第四节 犹大书第四节 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 就是自古被定受刑法的 是不虔诚的 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并且不认识独一的主宰 我们主耶稣基督 这里犹大他不只是在警告 当时候的早期的教会 也是在对我们今天讲 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 有假先知的出现 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 因为这个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 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准备自己 来防备这个假道理的进入 这里告诉我们说 这些人偷着进来 他们怎么样进来到 这个信仰当中呢 我想要利用约翰福音第十章 来解释这一点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 从第一节到第十节 这里提到了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也告诉我们 要能够小心这个假先知 我们来看第一节 第一节 第一节 我实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人进阳圈不从门进去 道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 我们知道说这里这个阳圈的门 指的就是主耶稣他自己 我们可以看第七节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就是阳的门 圣经也告诉我们 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所以我们要能够得到永生 我们就必须要找到这一条道路 那我们要找到这一条道路 我们就必须要能够认识神所赏赐给教会的这个真理 我想要来和大家一起看主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所讲的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 马可福音第一章的十五节 十五节 说日起满了,神的国尽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这就是一个人他怎么样能够进入神的国的一条道路 第一,他必须要悔改 因为神的福音显出了人的软弱 我们知道神的福音也显出了我们每一个人不正确的相信 所以我们在听神的福音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我们的生命,生活的一切好像不是跟圣经所教导的一样 或者我们的相信并不正确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悔改 然后要能够信福音 所以就这样子我们可以进入这个门 但是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 主耶稣提到说有些人他会从别处爬进去这个阳圈 就是他们不会去跟随神所给他们应该要走的路 那这样子的人就是称为是贼,是强盗 然后我们也来看第十节 第十章的第十节 强盗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里提到了一个强盗 他来到这个神的阳圈里面 他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就是要偷窃 我们通常在看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这个好像是把人从羊圈里面偷走 但是在这里提到的这个偷窃它是非常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 23章 耶利米书 23章30节 耶利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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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 神说的是神说的 我必与他们反对 32节 有本来说 我必然而言 有本来说 有本来说 我必用这些人 有本来说 我必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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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神说的 那些以幻梦为预言 又述说这梦 以谎言和荧垮使我百姓走错了路 路德我必与他们反对 我没有打发他们 也没有吩咐他们 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 这是神说的 这个假先知他们要做的 就是要偷窃神的话 他要怎么样去偷窃神的话呢 就是要改变神的话 或者这里说他们预言假的梦 或者他们会说谎话 来带领神的百姓走向错误的方向 所以从耶利米书来看 这个偷窃就是指着 在传这个假的事情 或假的梦 所以我们看到说 当一个假先知 他进到了神的阳圈里面 这是他会做的一件事情 他会在神的家里面 造成这个混乱 然后会讲跟我们所领受 这个信仰违背的话 我们来看回来 约翰福音第十章 约翰福音第十章 我们再来看第十节 他要来做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杀害 我们知道当神的话 被从他的百姓当中 被拿走之后 或者我们说神的话 被改变了以后 我们会看到 神的百姓就会得到损失 甚至是属灵的死亡 我们了解到说 只有纯正的道理 纯正的福音 能够给我们永生 所以我们看到说 当神的话被改变的时候 这个神的百姓 就会被误导了 那到最后的结局 就是永远的刑罚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盗贼来是要杀害 那第三件这个假先知 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毁坏 我们来看 看回来约翰福音第十章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阳圈的这个结构 你会看到说 这个门是跟 这个阳圈是合在一起的 那根据这个约翰福音 这只有一个阳圈 这个是神的原意 不是人所发明的 他只有一个阳圈 那你会看到 他本身是跟这个阳圈 连在一起的 所以任何一个人 想要得到生命的 必须要能够通过这个门进入 所以当一个人 能够透过这个门 通过这个门 进入到阳圈里面 他就必得到永生 那你可以想象 一个假先知 要进入这个阳圈里面 你觉得他会做什么呢 当然他就是会毁坏 这个属灵 这个信仰团体 我们在新约里面 我们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查稿 很多的这个例子 举例来说 在启示录里面提到的 这个七个教会 很不幸的 有些这个教会里面 提到了有这个撒旦的座位 信徒应该是要能够 敬拜这个独一的神 神的儿女 应该要能够来跟从 来去行神的道 但是你会看到 有些人却是在 不是在敬拜真神 是敬拜这个撒旦 他们持守的 不是神所给的这个教义 而是这个魔鬼的教义 所以你就会看到 因为这样子 教会在属灵里面 就受到毁坏 所以你看到说 这个假教训 所带来的这个毁坏 是非常严重 那这个就是 撒旦怎么样 利用人在教会里面 施行这个毁坏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必须要很小心 我们必须要谨慎 那要能够谨慎 我们就必须要 做两件事情 第一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第二我们必须要 能够随时的 在灵里面祷告 因为只有圣灵 能够让我们 有能力的辨认 如果我们总是 和神很亲近的话 我们会看到 神会给我们 有这个分辨的能力 那这个分辨的能力 不是我们 去在学校里面 就能够去学习的 或者我们只要 看圣经 我们就能够 能够有这个分辨的能力 我们不否认 要读圣经是很重要 让我们能够 有更多关于神的知识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 能够过一个 这个敬虔的生活 我们要过一个 在神眼中 是他喜悦的生活 我们要过一个 能够跟神 更亲近的生活 因为我们 跟神很亲近 所以他将 这个能够 分辨的能力 赏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 这样子的 做一个结论 这个分辨的能力 是从神来的 他赏赐给那些 与他亲近的人 赏赐给那些 对信仰很认真的 给那些 他真的 那些很 很珍惜 这个救恩的人 给那些 清新的人 在基督里面 我们来看回来 有大书 我们再看第四节 第四节 有些人 因为有些人 偷着进来 这边说是 偷着进来 就是他进来了 那我们并不知道说 这些人 不是神的儿女 主耶稣也曾经 警告过我们 这个假先知会来 我要请大家看 马太福音 我们请看 马太福音 看第七章 马太福音第七章 我们从十五节开始 马太福音第七章 十五节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十六节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 吉里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 唯独坏树坏果子 十八节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十九节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二十节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这里主耶稣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分辨 就是要能够看果子 但是如果你看十五节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些假先知是披着羊皮进来的 有的时候很难看到这个人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也会看到他们有很多很好的行为 我们常常都是把好行为跟好果子放上一个灯号 但是我们必须要用圣经来分辨他们的果子 我想要给大家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以福所书》 《以福所书》 我们看第五章 《以福所书》第五章 第九节 《以福所书》五章九节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功义、诚实 中文讲到这个光明的果子 在英文里面 讲到的是 圣灵的果子 这个就好像在把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讲的把它总结起来 当我们在讲好果子的时候 我们要能够很仔细的去查验这三个层次 我们看第九节 这里提到第一个就是良善 我们知道根据圣经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 只有神是良善的 所以当我们提到说一个人是良善的 我们就是提到了这个神他的本性 我们如果想到这个有一个年轻的财主来到主耶稣这里要询问永生 他告诉主耶稣说良善的夫子 神就告诉他说没有一个人是善的除了神以外 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好果子 我们就必须要看这一个做善事的人 他的本质是什么 因为这个善事他本身并不够让我们能够来看得出来一个人 他是真实还是假的 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的爱必须要能够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 我们来看约翰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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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约翰第一节 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检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 就是我诚心所爱 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 所以当我们提到爱心的时候 这必须要能够建立在真理上面 我们所提到的爱不是一种让人逆爱 我们向人所表现出来的爱 必须要能够建立他的信仰 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我的家乡 有的时候我们会必须要去带这个目道者来教会 这个很好 那这个是值得称赞的 因为我们必须要对他们有爱心 但是当他已经认识了真理 他们已经进入真理 那他们就必须要能够自己站立的稳 我们不能够继续的再去带他们来教会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会成为一个重担 他们必须要自己能够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成熟的信徒 他们也必须要能够去学习来带其他的人来教会 所以当我们在表现爱心的时候 这必须要能够在真理上面 也只有这样子这个教会能够被建立 那反过来说 我们看到说这些假教师 他们会表现爱心 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到他们自己的 他们要让全世界知道说他们是很好的 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他们的这个出发点不正确 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好果子 它必须要从这个神的本性的这个善来的 那我们要这样子做 我们必须要先认识真理 我们再看回来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们再看第九节 第二个就是公义 很简单说这个公义就是没有罪 我们所行的一切在神眼里面都是看成是对的 这个就是公义 我们会看到说当人行一个善事的时候 他就会带给教会有很多的益处 那这个行善事的这一个人 他不会在教会里面造成混乱 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公义的人 因为他所做的都是在这个福音的光下 他的目的是非常清楚 因为他知道说他只是神的仆人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将益处带给神的家 这个就是公义 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法利撒人所做的一些事情 从外表看起来他们是很好的 但是主耶稣却责备他们 因为他们的这个出发点是错的 他们的用意是跟这个律法的用意违背的 有一次这些法利撒人责备主耶稣的门徒在吃饭以前没有洗手 但是他们却没有发现到说他们这样子的传统 却是跟神的这个话是有冲突的 举例来说他们可以说我们要把当奉给我们父母的钱 拿去献给了这个圣殿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给父母 所以他们的行为是跟神的律法违背的 在他们的行为里面是不公义的 最后 我们再看回来以福所书的五章九节 最后就是诚实 中文讲诚实 英文讲的是真理 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从真理来的 我想要给大家一个例子 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的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八节 这里提到了这个在伯大尼受钢 在这里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珍拿达香膏来抹耶稣的脚 我想要和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犹大的反应 我们看第四节 我们看第四节 十二章的第四节 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洲际穷人呢 你会看到说他所讲的这个话看起来很合理 为什么不要把这个香膏卖掉 然后把这些钱拿去洲际穷人呢 但是主耶稣看得到他的心 主耶稣知道在他里面是什么 我们再看第六节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 那因他是个贼 又带着钱囊长取其中所存的 所以主耶稣把他在心里面最深处的这个用意 把他表现出来 因为这一个人他总是 这个取这个钱囊中的去偷这个东西 那他现在表面上却说 为什么不把这个卖掉 这个膏卖掉呢 他不是真实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 他并不是一个属真理的人 他是说谎话的 所以主耶稣必须要把他这个 恶的这个心思意念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好事的时候 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很仔细的来 检查这三样 甚至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善事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时常的来审查自己 我们必须要能够来 省查我们的内心 看我们所行的这个事 是不是出于良善公义跟诚实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行的一切事情 都是出于良善公义还有诚实 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被神所纪念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相信神也会祝福我们 但是反过来说 我们看到这些假教师 他们也是有好表现 但是他们的表现只是表面的 他们的这个出发点是不正确的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好行为 是要用来欺骗人的 要引诱人来支持他们 我们再看回来犹大书的第四章 有大书第四节 这里提到这些人是不虔诚的 这些人偷着进来 他有可能是从这个信仰的团体里面出现的 也有可能是从这个教会外面进来的 根据保罗是有两种不同的来源 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使徒行传二十章 29节跟30节 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豹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 这个描述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提到的很相似 所以当这个假先知假教师进来了以后 他们会偷窃杀害毁坏 第三十节 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被谬的话 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要防备这些从外面进来的人可能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这是从这个信仰团体里面出现的呢 这里说是在你们中间必有人起来 这是我们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个神的信徒能够变成一个假教师呢 我们再看回来犹大书的第四章 我们看到这里提到说是不虔诚的 这个字提到了很多次 不虔诚的意思就是没有在敬拜 我们来到教会来敬拜神 根据圣经我们对神的服侍也是一种的敬拜 我们知道说当我们来敬拜神来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在真理跟圣灵里面 就是我们所有都必须要受到这个圣灵的带领 我们所做的必须要能够依据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真理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不虔诚的人已经进来了 这些人就是没有在敬拜神的人 他们有来到教会但是事实上他们没有在敬拜神 他们在服侍神但是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为了神在服侍 所以他们是不虔诚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小心的来看我们自己 当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怎么样服侍我们要怎么样去敬拜神呢 我们是不是有在这个全能的神之前真正的谦卑自己呢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战精 这个以敬畏的心来到他前面呢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敬虔的心呢 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避免成为这个不虔诚的人 因为一个没有真正在敬拜神的人 他很容易就会受到这个假教训的影响 因为他对神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了解 他并不知道他自己到底信的是什么 所以当假教训在教会里面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他很容易受到影响 不只这样子他自己也可能成为这个假教师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来敬拜神 我们在圣灵在真理里面来敬拜神 就好像在安息日 如果我们真的敬拜神 那你会看到说我们彼此的互动就会不一样是属灵的 就好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提到的 甚至当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他们都是以一颗很单纯的心在吃 当他们彼此见面的时候 他们能够得到喜乐 因为从他们的心里面 他们可以真正认识到他们都是基督里面的兄弟姐妹 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来衡量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有真正在圣灵跟真理里面来敬拜神呢 我们是不是很高兴看到彼此呢 这是我们可以去想的 所以愿神祝福教会 我们一起来唱诗